公車來購賞民眾 拍對來購車 自從大台南公車來購買 購買公車購買購購民眾的收算 而且購買台南市交通局警察宣布公 2020年開始 只要開著市民家 購買市庫公車 平常是購買家的家裡警察是便宜 大家可以坐車 大家方便嘛 方便的時候有郵票 郵票對大家有好處 政府購買購購 購買主義民 購買主義民 這是應該的 這是很好的得力 大台南公車就算了 2,000共載年970萬人出 不到1,000萬人出 不過今年10月底就有2,117萬人出 年底可望突破到2,300萬人出 郵票市場在生長 而且今年1月份到9月份 比到9年同期比較起來 郵票市場就百分 二十三 拜託六都第一 今年的運量統計到11月之後 已經達到2,117萬 已經整整前11個月就超越了我們前一整年的運量 那今年目前統計的結果大概統計到11月 我們的運量成長大概接近13到14%左右 只不過這項 並一半個家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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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 好的